第二十三课 放手 课文 文文从小是个乖乖女 学习刻苦 遵守纪律 大事小事 尽管妈妈表示也要征求她的意见 但上哪所学校 念什么专业 甚至跟什么人交朋友 基本上都是妈妈说了算 可是到了大学阶段 亲爱的女儿竟然违反了乖乖女的各种规矩 越来越有自己的主见 越来越能干独立了 尽管她的成绩仍然是第一名 但她不再甘于当好学生 她逃课去听各种讲座 出席欧盟商会的鸡尾酒会 做志愿者 拍电影 学摄影 泡酒吧 参加了学生会并担任了学生会主席 还组织各种社会活动 妈妈以前要她当外交官的计划 在她眼里实在没什么意思 她觉得经商才是自己的目标 她放弃了本系 保送研究生 放弃了各种工作的面试 坚持要去国外留学 结果12所世界名牌大学录取了她 当面临是否选择牛津大学时 他们全家开会 爸爸妈妈认为应该去 但文文跟他们的意见不一致 她坚持要去美国 这一次 妈妈让步了 她隐隐约约觉得 自己该完全放手了 没想到正是妈妈的放手 让风筝越飞越高 几年后 文文在美国工作 妈妈去洛杉矶看她 在这个陌生的地方 妈妈感到她们好像交换了某种身份 自己倒像女儿 而文文倒像妈妈 她们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 最初 妈妈哪儿也不敢去 不能单独出门 不能与人沟通 什么都要靠女儿 后来 文文工作忙 就给她地图 车钥匙 机票 鼓励她自己出去 从家门口的超市开始 妈妈越走越远 最后竟然独自 把美国横穿了一遍 她说 是女儿的放手 让她走得更远 做妈妈的 这才算是真正明白了 放手的重要 2010年3月的一个夜晚 母女俩躺在夏威夷的沙滩上 谈心 妈妈第一次 为以前对女儿的不放手而道歉 文文沉默了很久 最后 吻了妈妈一下 轻轻地说 妈妈 我真的很喜欢现在的你 妈妈忍不住 流下了眼泪 她说 幸亏那晚 天色很暗 天色很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